一方面我们要恢复生产 但一方面我们要把好 严格的防控疫情的关口 所以二者之间 怎么做到一定的平衡 这两者的平衡实际上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说需要看 哪些是流动的 哪些是稳定的 目前来看仍是流动的 但是大城市的秩序 如果是可控的话 能够把控好的话 那还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说目前来讲 主要是几个秩序 一个是个人的生活秩序 要改一下疫情时期 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 像聚集 聚密闭空间等等 尽可能生活简单一些 第二个我们说社区本身 如果把它控制好的话 那么外来人或流动的人 他如果做好相关的一些防护工作 他基础性的传播途径就没有了 还有一个就是工作区域 还有一个就是公共交通区域 所以如果是把大城市的 各方面的秩序搞好 那么基本上很多隐患就没有了